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国内有一个跟教育有关的组织 叫做Persher 大概就是马来西亚国内所有的家长跟老师 一个 私立的协会之力的 OK 最近针对教育课题 他们有很多发表的 然后针对安华最近是建议新加坡政府可以委派一些志愿老师来马来西亚教英文 针对这个建议 这个组织Persher 他就讲 安华的这个建议令马来西亚蒙羞 当我一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先入为主的认为 我就猜想了 应该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难道没有可以教英文的老师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从新加坡 老师过来 你这样讲是不是很下水 我们马来西亚的老师 所以令到马来西亚蒙羞 我本来以为 这个Persher 他是要讲这样的东西 那我按进去看了过后 我眼睛睡满地 原来跟我猜想的完全没有关系 什么东西令马来西亚蒙羞 所以有时候呢 这个炮纸的标题还真的是 不能完全100%相信 因为他很容易让你 带去错误的方向 原来他里面 他讲让马来西亚蒙羞的事情是这样 他说呢 马来西亚从1970年开始 就废除了英文学校 在1970年以前 我们全部是用英文学校了 当然华小也是有了 那时候的国小其实是用英文学校 在学校是用英文教的 然后就是1970年开始 当朝政府就决定了 要废除掉这个营销制度 全部改成国小 全部改成变马来文 然后 现在 安华作为这个首相 光明正大的说 我们的英文不好 我们要新加坡派老师过来教我们英文 这样是不是 等于承认了当初1970年 废除英文学校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所以呢 马来西亚现在呢 就 必须感到蒙羞 必须要感到下水 因为 你们在50多年前 你们做错了一个决定 我告诉你啊 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在想着什么跟什么啊 哈 OK 哈哈 OK 当然 一定的程度上我认同 就是说 现在我们当朝首相 当朝政府 这么看重这个英文的问题 就证明了我们50多年前 我们做错了决定 一定要深度上我认同的一句话 但是 我要说但是 1970年 做的错误的决定 你现在要把这笔账赖在 2024年的首相安华头上吗 你要把它赖在2024年的 西蒙头上吗 啊 说我不明白跟不能接受的 点就在这边 啊 然后 怎样说呢 现在我们的 当朝首相当朝政府 正在很努力的 啊 要啊 啊 恶补 马来西亚的英文 啊 想尽各种办法要恶补 马来西亚的英文 正在很努力的努力中 然后 你现在 泼这个冷水还不要紧 啊 然后你还直接丢出一个 责怪出来 为什么50多年前 你们做错一个决定 啊 so 你现在是想要 安华 坐着诗广集 回去 54年前 啊 掐着 这个 当朝首 当时 10任首相的脖子 哎 你不要给我 非除 啊 OK 你不可以非除啊 OK 是要这样吗 不然的话 我觉得安华 没有办法回答你 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向你交代 这个问题 唯一可以交代方法 就是安华做诗广集 回去 54年前 OK 我觉得啦 你这个时候啦 你抛出这一句话来啦 有点无理取闹啦 老实讲啦 OK 我虽然我不否认 政府50多年前 做错了一个决定 但是 你把这笔账 赖在 2024年的安华 跟团结政府头上 我觉得是有点无理取闹啦 除非你认为安华真的应该要做诗广集 你回去啦 OK 好 讲回血圣经事啦 其实呢 这个patch 他也有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年代 1970年 为什么 马来西亚 的这个营销制度 会在1970年后 废除呢 啊 你要想一下 1970年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 年份 啊 因为在这个1970年之前的1969年发生的一件超级大事 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里 就是 513事件 啊 就是华人跟马来人之间的种族冲突 啊 我相信懂的人都懂啦 513事件 马来西亚应该没有多人不懂513事件是什么啦 OK 好 就是这个513事件 过后 啊 这个Dunasar做了首相了 过后成立了这个国政 过后 之前是联盟吗 现在变成国政了 然后那时候呢 整个马来西亚的政治面貌完全不一样了 啊 就变成了巫统一党独大 而且啊 那时候呢 他们要很 急于的确立 这个马来人在这个 马来西亚自搞无上的地位 无论是在政经文教方面 好 OK 在 政治方面 巫统一党独霸 在经济方面 推出了新经济政策 然后呢 在 交易方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英文教育 废除了完 变成 马来文字上的交易 那就是1970年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就一直到今天 好 现在 我们的当朝首相 安华 正在 很努力的 恶补我们的英文 他的各种各样的 在这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到也感受得到 然后这个 PESH 这个组织在 破人水 为什么你50年前 你这个政府 50年前那个政府叫国政政府 不叫做 团结政府 不叫做西方政府 OK 我就讲它 无理取道在这里了 你明白吗 啊 而且 我觉得 这个时候 提1970年 其实是 有一点 搞砸了 现在安华 所做的努力 大家都 看得出现在安华一直在走 钢索 单单在马来文跟英文之间的课题 他一直在走钢索 就是 他一边跟你讲 我们要 维持我们的马来文 一边又说我们要强化我们的英文 他在中间走钢索 他不可以偏任何一边 他偏英文这边 马来文不买账 他偏马来文这边 国家不会进步 这个我之前讲过 所以 你可以看得出安华现在一直在暗度成长 他 他 不敢 公开的否定马来文 但是他后面就说 我们英文要强强 英文要强强 所以 已经是走钢索走的很辛苦了 然后 你现在说 1970年 我们的政府做错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应该 非从英文学校了 你现在是不是要安华出来说 是我认同你 马来文是很 废的语文 我们完全不要用了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完全用英文就好了 你是希望安华出来 讲这句话吗 OK 想要知道不可能 是吗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 让安华 好好的 继续他现在的努力 在 恶补英文这方面 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他在暗度成长 在维持着马来文跟英文之间的平衡 好 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加多一句 1970年 废除英文 小学是错的 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要 回复英校啊 还是什么之类啊 比利巴拉 总之 等于一句 我们要完全 否定马来文 都你想安华 讲出口吗 这句话 So 我觉得 最无理取道的 还是 1970年 敦拉扎那个 国政政府 所做的东西 你现在质问2024年的当朝 西蒙 安华政府 五身多年线 你们做错了一个决定 这才是最忽利取道的地方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了 我只是 要表达的 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 安华现在在马来文跟英文之间 走钢索 必须要保持平衡 不能够中任何一边 他中任何一边的话 他会马上跌到粉丝水谷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好再给他添乱了 OK 让安华继续好好的走下去 这个平衡 他的重点就是 到最后 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英文 OK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最主要的 的 东西 OK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